我叫冯文涛来基于澳门 我们想结合澳门的一个作为中仆的一个贸易平台 这个战略定位 通过区块链 通过跟工信部的新火链网等等的这种技术合作呢 我们可以在澳门推动中国跟普遇国家 以及东盟国家的一些新型的数据贸易 在澳门成长赴英国求学再到内地创业 冯文涛近日在广州向记者讲述了他的创业历程 与他所看到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机遇 在20世纪90年代 冯文涛的父亲就到广东中山创办工厂 因此每年假期冯文涛都会跟着父母到内地 这些年他亲眼见证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快速发展 经过一番考察 他选择在广州开始创业之路 内地对我来讲一点都不陌生 然后08年回来以后 我也不乏回内地考察交流的机会 所以为什么我出来创业 我也觉得这里是做传统的行业 那么这个未来肯定还是可以继续做的 只要你做得好 但是如果说我们现在要做一些新的东西的话 也离不开科技 也离不开创新 那么所以我觉得来广州也是因为广州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一个前缘地 而且广州有很好的西场 政府也有很好的土壤 有很好的营乡环境 所以我们就选择了广州 2020年初 冯文涛在广州市黄浦区的澳门青年人创新部罗 成立了广州神农智联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很快 冯文涛就拿到了第一个合作项目 为广州国际茶叶交易中心打造 放心茶交易服务平台 进行茶叶数字化全程溯源工作 像我们做这个茶叶对吧 从它终极开始到它加工到进仓出仓 到它整个流通销售的话 我们都会用一些物联网在区块链的一些方法 把这个数据抓到手 茶叶数据信息云平台 就是通过我们溯源 还有我们的所有的传感器收集的所有数据 它都会呈现在这个大屏幕 然后未来对于我们整个产业链的管理 还有未来在营销销售的话 我们有更精准的数据帮助企业做这个决策 对所以这个也是现在国家提出的 统一大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冯文涛认为 仅仅做到全程溯源 企业并没有很大的优势 而发挥澳门品牌优势 能帮助企业的产品获得更广阔的市场 于是在清华珠三角研究院 以及澳门清创国际集团的帮助下 冯文涛推出了澳优马 为产品走出国门 走进浦宇系国家市场 提供了可靠的认证 我们的MID就是那个澳优马 目前我们已经跟六到七个省 不同的地方也已经有合作 很简单来介绍就是我们帮助当地的一些道地产品 或许是一些有特色的产品 帮他做整个产业的服务 从他产品的数据化的转型升级 然后到利用澳门这个平台 帮他去对接一下我们越港和大湾区的这些渠道 甚至是未来我们往外走海外的 包括我刚刚去完非洲 也是去了几个普遇国家 我们帮助他出海 那我们目前我们这个马的应用 已经在内地是比较广的 可以举个例就是跟广西的无洲 柳宝茶这个产品 那我们几年前帮他们的整个产业 做了大量的数据化的转型跟升级 也确保了他们整个柳宝茶的 一个激量的提升以后呢 我们也帮他对接了一些澳门的一些高端市场 现在也陆续续的帮他对接一些海外市场 像新加坡啊 马来西亚啊 所以澳门你可以理解他为一个加速器吧 我们几次通过一些科技的一些赋能 让他走得更快 走得更远 我们包括现在跟江西的景德镇 陶西这块也有合作 2021年冯文涛又推动成立澳门质量品牌国际认证联盟 并担任联盟理事长启动湾区品质认证 我觉得未来通过产品讲好我们中国故事的话 澳门是非常适合的 就是我们希望通过集合我们内地以及海外的一些检验检测机构 还有一些做认真的一些专业的机构 然后把它变成一个这样的非牟利的这样的一个联盟 然后一起去推动 就是以澳门以一个高级量的一个标准出发 然后去推出一系列的认证 然后帮助我们的中国产品通过品牌走出去 冯文涛非常看好大湾区的发展前景 作为澳门广州青年社团总会的秘书长 他一直致力于大湾区青年的沟通联系 他合伙创办的澳门369合伙小镇 也与广州 深圳 珠海 中山及东莞等城市达成服务对接 吸收了600多名澳门青年会员 为他们在大湾区创业就业赋能 其实为什么叫369合伙小镇呢 是我们想通过合伙 就是把澳门的团队去配对一些内地团队 然后把它们搓成一个团队 然后做好一个事情 我觉得现在整个大湾区的生活的条件也好 很多的营生环境已经是很不错了 那我相信未来会更好 对吧 那所以只要这个做得好 那大湾区无疑未来会吸引更多的人才 我相信各位线太阳 好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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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